刚才那女的脸都会贴到你扁桃体上了 你没啥不亲她呀 咋的你戒过毒啊 你都看见了 那我不喜欢她呀 为啥呀 她太矮了 才一米五八 都没有我数据现场 那你查数据现几个 主要她长得太正经了 让我无法躁动 妈啥年代了还严控呢 你没看到她刚才背个司马拉雅呀 啥 背个啥啊 喜马拉雅爱马仕包 眉毛蝶长俩蛋 只会眨眼不会看 那包一百来万 我都给你打听了你知道不 人家主卧都三十一天呢 四层大别墅 你他妈买个双层蛋糕 你都得考虑考虑吧 现在你还觉得他矮吗 丑吗 那你为什么不提前告诉我呀 哎呦我的妈呀 我他妈都偷味跟着你来的 我给你发多条信息 你看看 你的手机不行的话 你卖了你换个盆吧 你能不能换一个能接收到信息的手机 那那那我心事找她 我给她当天狗 你说亏了啊 我问你 你就亲自给你自己绝孕了 哎呦你妈 你怎么绝孕人 对二 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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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公有没有 翻炸 王都没下来你就敢炸呀啊 他还是挖着王呢 你看 他太精神了 他在他身上 有没有 我算是 还有一个人 补 擀 我把自己身上 就你带来 把你的存在 那起码得长得漂亮啊 我吧是个严控 但如果像你这么一般的啊 要是能够温柔体贴 婚后还能辞职大家当全是太太的 我觉得性价比还是可以的 你出生那时候没做大排级吧 那要不怎么满嘴是牙筋捞铁皮儿 你看你这脾气你还生气了 我这要求高啊 不高你的要求比你个儿都高 那咋跟你在一起 过日子 好班也不能上 不是不是 不让你上班不是好事吗 这多少女人梦寐一求的事啊 在家管管家庭还掌握经济大权的 不好啊 一个月 啊 那个无险已经税后6500 那就掌握经济大权了 那不免费的账房先的吗 有道理 你看你攻击性有点大了吧 我这也没素质 啊 就因为我刚刚说你不漂亮是吧 那我说回那句话 但其实吧你也不是不漂亮啊 你就是有点胖 脸胖 我我我97斤我还胖啊 多少就没关系啊 那有的97斤还低照背呢 那钱多后翘的 像你吧 97斤都张脸上有啥用啊 97斤低照背 那是张俩趁帮流吧 你说你个儿都长得像牌08肉似的 你咋好意思在这儿挑肥剪瘦里呢 刚才一天我还说的 啊你1米6吧 看着不像啊 是不是谎暴了 我想说了狗眼看怎一不敌啊 你是怎么一几半八年转 你怎么好意思在这儿挑肥剪瘦里呢啊 我收回刚才那话啊 你不是出生那种没做大白鸡 你是属于是情商当期待给掐了 啊 你骗了 我帮你保鸭鞋上行 没怎么这么文艺 那你开了大技 你不也是为了装负吗你 我那是为了省钱 你没事吧 我要是我要不开好车 我出门打车 或者说是我坐铁铁的话 我就我就背着包 人是不会觉得我背着包是假的 你说我要是开个好车的话 我就算我背个1000块钱的包 别人是不会觉得 这包上万 哦 哎 有道理啊 别人一看你看这么好车 你的包肯定不是假的 对啊 你看多省钱 说得对 那你要这么说 那你为啥要不要买车 要买房你 胡度了地 那晚上的晚上是会贬值的 但是房子就不一样 房子升值 再一个你看啊 你看你有钱 你不买房子 你存银行 房东 上银行贷款 副首付 买了房子 然后之后呢 把房子租给你 你越越交房租 帮房东还大洋 对哈 所以说一定得买房 你有钱必须得买房子 而且你买了房子之后吧 你看你倒是在找女朋友 你俩得有地方住吧 你就跟你女朋友说 你说这些房子是租的 啊 创业阶段都不容易年轻人 说明他还能帮你 交那个一半的房租呢 你看你这 房贷就不就成了 我 你又 不对 那我这不成骗人成渣男了吗 那 那那是 那是前边 那你也是处 你看你要 你俩要处好了 对吧 你就跟他说 你说亲爱的 找我姐夫吗 我想给你个家 我把这个房子买下来 你看他多感动 哎呀我 对吧 你就算是 你俩处不好了 你最后分了 你最次的解决 他还帮你换一针的房贷呢 你看咋样 这有人吗 啊有 我可以坐着吗 我跟你说有 有妈呀 这不最熟悉的陌生人吗 哈哈 是陌生了 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 哎呦我的妈 现在你是海绵宝宝 你是蜡瓢心的 我为啥要听出你的声音呢 你比别人多俩扁头体啊 哈哈 其实我是找你来有事 你公司的人说你下来买咖啡了 我就过来了 啥事放 啊 啊 那个 那个你还记不记得咱俩在一起的时候 我给你买过一个手机 干啥你要要回香 哎呀我是骂人吗 那我也太抠了 我得麻烦呢 哭傻的袜子都穿纯迪伦的 你还不抠呢 我都怕你走道走快了 嘎嘎冒火星的把自己练了 我建议你买个灭火器随人携带的吧 真的 你听我的现在毕竟能跟你掏心掏肺的除了我也就免美了 哈哈 不是你咋嘴还这么损呢 你到底有啥事你说就完了 哎呀就是有一年我们已去一家餐厅老高级了 当时不是给了个代金卷吗 我弄丢了就用你的手机拍的照 就在那手机里呢 啥代金卷能在市面上流通三年呢 玩的呀 你要干啥呀 我想带我对象去 哎呦我的妈呀你是真抠啊 那你别说代金卷了三年了 餐厅再不再都了数了 再说就是你这样的还能促足对象呢 那人也够想不开的了 啥好音能跟你 我傻话呀 我没有结婚了 哎呦我的天 那他太可怜了 他后半辈子那人生都比那新店图还坎坷 啊 啊 哈哈 我家就五常的 发往河北的物资 当地已经接收到了 后台很多粉丝私信我 说我们的家乡也在遭受的灾情 其实一直都在持续的关注着 前天黑龙江响应了应急救援措施 我们也终于联系到了老家的红十字会 在网上看到那个顺买写的是五常风食 都会有想核手一下对吗 对对对 完了咱就 叫我微信 叫我微信 我给你发那个机体的那个 就我这样回去吧 好好好 好好好 谢谢谢谢 谢谢 谢谢 好了 看起来 希望家乡的灾情早上结束了 加油 欢迎回到康康康康康 如果古天乐跟你在一起你会离开我吗 会啊 你别生气呢 古天乐他多大的流量啊 他跟我在一起 我们数年有一千万粉丝啊 到时候我开播 卖货 哭哭下单 一年就是一个小目标 到时候把钱分一半 哦 你意思等于有钱了 你分我一半 然后我们俩再重新在一起是吧 嗯 我不跟古天乐在一起了吗 对我不好 你虎啊 你都那么有钱了 你找高远远去啊 不好看吗 你妈呀 待会儿还有啥用吗 不结婚不生孩子 以后连根都没人一烧 以为你妈去了 我提前兑换出来不行吗 嗯 一点不存幽闭的说 我就随便一张银行卡 那刀下边不都属于一个小目标吗 好不敢胡说啊 但是那我下去之前 那你早就下去了 我下去我竟然看老婆娃娃的呗 哎呦 你真笑心 还还还 下去还啃我啊 妈呀 那不啃你 那我前男友说了 啊 说他这位欠我的 下辈他价位还我 花不了 根本就花不了 你没事吧 他有当初那些背叛我的人 对不 说下辈他当牛做马 都要报答我的 那我下去之下 就给这帮牛马掏上呗 先开荒凉五地 我也够吃的 嗯 够吃 行 哈哈哈哈 把这父亲节能够卖上 嗯 老婆 这个父亲节那天正好618 我啥也不要了吧 你帮我把公务车请我就行 父亲节我给你过啊 妈呀 那没有我你能当地啊吗 人家都说女儿是小棉袄 我靠你 我咋的了 我比小棉袄强 我是防弹衣 有道理 就你这嘴啊 你是机关枪啊 你得得谁吐吐谁 母鸡姐 你妈都有礼物 到我这啥也没有啊 你要啥礼物呀 爸 有我就是你的福气呀 有你是我的福气 有啥给你买吗 这不给你准备的那个 狼酒53度的白酒礼盒吗 送你礼盒香 是好试成双 你怎么还给你配了这个 你看还给你配了这个陶瓷杯分酒器 这你送人自己喝啥 这不都挺有面的吗 这还行 挺贵的 哎呀 你这别花钱 这拼多多 大力支持咱们国产品牌 给的适合名额 我们想到试着一天天就想到了 我刚收到的快递 居然还是双瓶礼盒的呢 这酒好喝 将将突出 回约刚长 这是特意拿来笑的你的 这还行 咋想的 我特意给大家跟品牌方 也申请了2000多个适合的名额 挺好抢的就点我评论区这种链接 就能抢 天上收过地址就能抢 好 但你不能过河 我跟你说 你今天你是过节 你要喝多了 我妈就得天天给你过年 爸你都说我小时候好 还说我长大了好 都好 小时候吧 调皮脑蛋 希望你早上长大 长大了吧 又担心你在外边过得不好 累了就回家 家里有爸妈 在外边的世界 很渺小 但你回家 你就是爸妈的 你说咱俩谈得挺好的 要不明天去我家 见见家长吧 咱们一起吃个饭 你第一次来我家吧 就给我爸买一箱酒 两条滑子 然后给我妹 给我妈买两件衣服就行 明天我三个舅 两个姨 还有两个大爷 一个叔 两个姑爷来 你给他们每家 也就买个四盒里啥的 家里亲戚孩子吧 也就十来个 小孩子就不买了 你就每人给500块红包 你看咋样 行 我看行 哎你看乌尔玛咋样 好不好 要不就给你排那呢 哎呦 你家什么组织 搞团建的要 你看格局小了是吧 那要不就给我爸妈买点啥都可以了 哎我看你这项链可以啊 这是何天玉的吗 看着挺透亮的 我这刚从德屋顶买的这个鱼石平安扣项链 妈呀最近不懂磕磕碰碰的吗 行的求求平安吗 才一百多 嗯 才一百多啊 我才不信呢 看着不一般啊 你得接受新鲜事物啊 我这项链在德屋顶是品牌直发的 这么有保障 而且现在还能包拥呢 送人资料它都合适 还我脚上的小白鞋 你知道吧 还带点内阵高的效果呢 脚感特别的好 也才两倍数 哎 那怎么买啊 你点那个我评论区 打开等我还能抽一千万元 我会有个院呢 那不错 要不给我妈搞一串吧 她过两天不是要出门旅游了吗 但是吧 你明天来啊 不像今天这样 妆太浓了 就像抹了镊子似的 你没事吧 咋要不会说话的话 要不请把那个扁道体卷给压变呢 我话都浓 你脸皮厚 咋不挺大的吗 我怎么脸皮厚了 你妈你脸皮还不厚一点啊 我都是我都怀疑你 你是不是做直皮手术了 把后皮后那块直脸上来了 就你刚才那一番要求 我真的是忍者听着都忍不了 你是连我转世啊 那心全是眼子 谁好人能跟你出啊 我得麻烦 最近晚上都流行问那个结婚的好处 你说结婚有啥好处啊 那啥的 粉券子还粉啥互行着 哎呀我都白了 干啥呀白我这么做的 偷圈啊 不是 这是我准备的情人节礼物 嗯 情人节礼物 哎呀妈 这哪个能送出事啊 这是什么啊 凶针啊 凶针 哎呀妈家看着比你爹岁数的大 真的 古董啊 不是 真的一点不撒谎老弟 就这玩意儿拿潘妮去溜的一圈 起码能换两皮手指 那银送礼物都送嘎心正亮的 你什么可倒好 整个像萌营销卫那厨 哎 你的手链挺亮的 哪买的 我这就可不就嘎心正亮呢 我这可德物上买的 这个周大声的蝴蝶足尽手链 寓意着魅力绽放花开碟子来 不错吧 采用的是5G极光工艺 更闪耀锡机 还是品牌直发 正品有保障的 点我评论区还能抽1000块钱的 我们可能有一卷呢 你那不我也买一个吧 啊对啊 不对 那万一我送他 他不跟我在一起咋办 哦 哈利艾这玩意儿本身就是风头 他本身那就是不可控的事啊 那可不行啊 可以骗我赶钱 但他不能骗我钱 炸 我的妈 真大家你打游戏都往里头充钱 你喜欢一个人你舍不得充钱 再说了 那你没钱谁骗你赶情啊 老弟我送你去欺言律师 啥呀 人生就像游戏 无法选择放弃 爱情就是买卖 没钱就得携财 有道理 你好 相亲的 哎你好 这是我给你点的 哦谢谢谢谢谢谢 你老姑 把我给介绍过来 我知道我知道 你好你好你好 我的条件 你老姑跟你说了吗 说了 他说你那个离异 你在意离异的吗 我不在意啊 我在意的话我就不来了 就只要不是原则性的错误 我觉得没有啥的 我必要开明的教授 那挺好 那如果我们在一起的话 我希望我每周六周日陪孩子 孩子放假 可以啊正常啊 就你周六周天你白天就去陪的嘛 不是我的意思是就是 啥意思 晚上也陪着呀 那个我的意思是 现在吧 我已经离婚了 但是没离家 没离家是啥意思 就没有让孩子知道 考虑到孩子还小 不是你考虑到孩子还小 考虑孩子还小 你别离婚了你都是啊 还不离家那咋 咋咋可以喜欢呀 你别让他们说起话的 咋的臭玩的花的 玩的呀 我只是回去陪孩子 因为我了解之后啊 我发现我真的挺喜欢你的 我是印针的 还认下印针的 你是财榜啊 印针的 真的是你早几年出生的话 那三峡大坝都不用建了 往你的 把你的大脸往那长江顶上一排排 你那三峡大坝都厚实 百年难遇 大水都冲不开 哎呦 你妈 臭标脸的要求 真的我满足不了啊 这闹天真是 不是 我没喝啊 我一会没喝 我决定了 我要做不婚主义者 找不着就说找不着的 条件差就承认自己条件差 我发现他常能给自己找台积人的 还不婚主义者 你骂起 不好找我有啥办法 你这为啥说了 为啥 小钱不行挣 大钱挣不来 哎 条件不优秀的吧 你相不容 条件优秀的相不容你 反正你还严控 那我也不能造臭的 长得好看当饭吃啊 那长得好看 要是当饭吃的话 我每天不顶外卖的 我每天照着镜子 我就跑不了 你没事吧 我有个姐姐 今年34岁 各方面条件都不错 之前也经历过几次恋爱 每次都全身心投入 但都失败高中 我昨天跟他唠壳 他说他特别害怕 自己向时间和年龄妥协 随便找一个人家了算了 但是找一个不爱自己的人吧 对自己不公平 找一个自己不爱的吧 对别人又太残忍 那如果是你 你会随便找个人吧 老弟这玩意儿 有时候我感觉吧 就像懂公交车 你懂公交车的人吧 等的是那辆 去往正确目的地的车 哪怕晚点也得等 而不是在某个时间点吧 看到哪辆车 进站上哪辆车 到最后上错了车吧 路途曲折不说 可能还会忘了最初的目的 那些到了该结婚的年龄 却没有结婚的人 他们一边承受着身边人 带来对你们的压力一边还得承受着时间和年龄 带来的恐惧 他们当然不会认为说婚姻不重要 恰恰相反 这帮人认为婚姻可重要 太重要了 所以他们选择一直的 一直坚持 有句歌词 有句歌词就是那谁唱的 怎么唱的 说我从未独身 却欲感晚婚 因为我在等 等那个契合的灵魂 我从来不想独身 却又欲感晚婚 那给我叫介绍呗 我不介意姐弟恋 人家不愿服务品 你是学软件开发专业的 哪所学校啊 清华 空方 你有工作经验吗 我看那个招逼人写着招应届生呢 对 但条件呢 需要有多年的工作经验 不是 应届生上哪有工作经验去 我明白了 你们是只想找一个三十岁以内 还年轻的 还能吃苦耐劳的 还有二十年工作经验的是吗 老板我偷胎之前 孟婆棒把我上辈子的工作履历 给我了 我满足不了公司的公司要求啊 年轻人啊 力气这么重可不太好啊 而且你这个条件呢 不好找工作 不是 那招聘都是你们这个要求 那我肯定不好找工作了 你这是太坚勉做谈 或者乌鸡一直谈呢 我不会在贵公司就业 这实在 哈哈哈哈哈哈 这年轻人 嘿嘿嘿嘿嘿